去哪儿庆祝一下吧 干吗一副这个表情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在背后捅的一刀 好吗 他欠我的 不应该付出点什么了 那你不至于这么狠吧 很吗 我说实话而已啊 你可以事先跟他说呀 有什么区别吗 你太了解陈俊了 这也得他来说 太大的伤害了 我在你心里的形象 也彻底崩塌了吧 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你随便选 还没说吃什么呢 我 我可能不太认同你的行为 但是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止回去的 走 走 有事吗 你还没走啊 我跟你说过 如果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 我在 我还以为 小夕把我假自杀的事情告诉你了 她没有 她嘴巴很严的 你们真的走到这一步吗 本来还好 但是被我这么一闹 肖木就更要离婚了 肖木 最近压力很大 她也跟我说过 在创作上 遇到的瓶颈 很不顺利 以我的经验 你们应该缓一缓 给她点时间喘息的 你也离过婚啊 我离婚的时候 孩子都十岁了 跟着她妈妈在外国 现在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了 那你后悔过吗 这是最好的选择 孩子就不说了 我跟她妈妈离婚 现在 我们也是亲人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没有孩子 没有牵绊 我真的害怕 我们从此以后 就变成陌生人 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别想太多了 这个事情 也不是她一个人能解决的 你也可以争取 自己的权利 现在 你应该放松一点 别老是情绪不好 我知道 但是说得容易 我看你 都没有好好吃过饭 饿不饿 好 家里还有食材的吧 我做饭也不错的 怎么样 对胃口吗 你没有自夸 好吃 多亏你家冰箱里 里面什么都有 其实 以前什么都没有 肖默喜欢下厨 做饭也很好吃 但为了保护手 他不能做 我又不会做 我们都是出去吃 这些都是我准备的 想着他回来 可以给他做顿饭 不是都说 留住男人的心 想要留住男人的胃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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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